萱宁 萱宁 我就一周没见吧 现在到我的直播时间了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创造营亚洲的雪瑶 今天很开心能在这边跟大家再次见面 然后也想 不 今天邀请了一位特别嘉宾 我的特别嘉宾是谁呢 3 2 1 有请我们的 田萱宁大美女 大家好 我是萱宁 然后特别开心 特别荣幸能来到周雪瑶 感谢一下我 很感谢 特别荣幸的 就没了 直接输了 特别荣幸 很开心 我们俩互相安利一下对方的三个舞台好不好 好 那你先来吧 我先说 钱萱宁 主打一个美丽 然后是那种神秘的美丽 然后呢又非常的有气质 非常的有女人味 然后 身材好 脸厉害 舞蹈呢 女团舞进步很大 给我们田萱宁鼓个掌 昨天背了多久 没有 没有 那舞蹈是小的好不好 没有 安利你的了 曾雪瑶的 从直播到彩排 我全程观看的 我 直播了 从彩排开始 到正式预录 我全程观看的 在那个大屏面前 我只看你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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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喊 我说曾雪瑶最美 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 不愧是我的姐妹 这次的舞台 我觉得就是 曾雪瑶 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怎么说 就是 曾雪瑶杀回来 有 行 然后就 然后首先很炸 嗯 然后她那个 我想我不剧透了 然后又很美 美加炸 然后又很吸睛 所以我是你的No.1吗 当然 哦 现在说是了 之前问你爱不爱我 你说还好吧 然后 我们 就是我 准备了一些 小问题 就是我会想 就是我觉得 可能大家会感兴趣的 有关于我们俩的问题 然后 来 开始 我们没有提前对过 没有答案的 好 第一个问题 平时你们俩都是谁 照顾谁 谁先回答 一起回答 还是 还是指吧 行 一二三 好 今天这个 这位直播主打一个是 曾雪瑶控诉田轩宁专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我跟田轩宁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其实我 就是脸上看着挺冷的 但我真的很会照顾人 对不对 我脸上看着也挺冷 他真的非常懒 就算真的很懒 我们每次可能吃饭的时候 他就走吧 我们去吃个泡面 我说好 那你去吃泡面 然后他就光吃什么也不干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泡面拿出来 放到碗里 然后再放到微波炉里 就是要进行一个差不多 五六分钟的操作 才可以吃上这个很香的泡面 他每次都不做 每次都是我 等一下我要 不是我要讲解释一下 是因为 曾雪瑶她是一个就是 行动力很强的人 然后就手很快 所以每次冲到餐厅 我是那种就是动作比较慢的人 他就直接打开然后放去 就是超做一个流程 就是根本让人插不上手了已经 不是 我觉得你太懒了 你好像根本就不想帮忙 你知道吗 没有 没有 主要是 我很想帮你的 主要是 就前两天我觉得可能是 我们俩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就是两个人还没有走得特别近 然后我觉得我照顾一下别人 就是可能后面他也会照顾我 没想到 这位姐呀 从头到现在都是我照顾她 对吧 那你比较会照顾人 所以我想说那 这么想照顾我的话 那就交给你了吧 这个 我要感到人性是吗 但其实也是开心的吧 嗯 好 因为我觉得曾雪瑶照顾我 应该很开心的 但我想说一下 雪瑶真的非常会照顾人 然后平时就是 就包括生活的这一块 我觉得她是非常 然后独立且熟练的一个人 然后就是 可能也非常喜欢照顾我吧 那我就接受这份照顾吧 好吧 勉为奇男在照顾你阵子吧 好吗 宝宝 我跟别人 我跟别人好像都是那种 也算是能照顾别人的 那我跟你就是 还是你比较照顾我了 太亲近了 因为曾雪瑶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 就是 你等会儿 我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你别人一下子全部都说完了 后面就没内容了好吗 真的没有对过呢 好 下一个问题 相互回答对方喜欢什么类型的歌 那先说雪瑶 我先说田轩宁呢 因为我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 我想告诉全世界 田轩宁是一个喜欢听民谣的女生 这让我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意外呢 就是我本来觉得她啊 就是她这个表面就是文文静静的 然后又很有 就是很细致又很有气场的女生 我实在想不到她居然是会喜欢民谣的人 让我觉得跟她的这个内心不是很符合你知道吗 因为她就是大大咧咧的好像就是 因为我觉得听民谣的人会心思比较细腻 或者说比较喜欢可能独处啊这种 所以我就觉得跟她的表面反差很大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问题 然后大声地告诉大家她喜欢听民谣 因为我就是怎么讲 我是一个 嗯 来你说 民谣 民谣会触动我的内心 哦这样子 民谣有打动到我 因为我觉得民谣都是这种很走心的歌词 嗯 然后我又很喜欢听那种很走心的东西 所以 我知道我还能特别举例 你喜欢听成都 对 成都这个歌 跟我爸爸妈妈听的差不太多 成都 而且我还比较喜欢听一些老歌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 嗯 比如黄昏什么 就是 哎 我跟你说你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粉丝从来不了解 所以这个 这个问题呢 专门我提出来 让大家了解你了你知道吧 因为我的粉丝都知道我喜欢听什么歌 嗯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嗯 曾小姐很喜欢听英文歌 嗯 这样子 曾小姐超喜欢听英文歌 嗯 而且 而且我觉得曾小姐特别爱听歌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就带了个耳机 我俩第一次见面在车上 我很艺术好吗 我需要那个音乐的熏陶 我一打开门 带了个耳机 对 因为我们俩就是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车上我去接她 就是完全就是没有任何的交流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俩就是一起坐车去公司 就那一路啊 感觉好像你本来就认识你了 对 对 曾小姐就是 就是早有关注到我吧 不是 不是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 就是我很少会有很合得来的火象星座朋友 嗯 就是因为可能我比较文静 就是太冲的人 我有时候会可能 嗯 不太行 就是磁场和各方面可能会觉得 嗯 没有太能走到一起 嗯 但前轩一点就是挺另外的 就是我觉得她应该会是我很久很久的好朋友 嗯 妈呀走心了 走心场所 我比你有深度 好好好 谢谢 好 雪姚坐直 看镜头 不好意思 老想盯着她说话 下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吵架了谁会先逼头 我们三二一集好不好 等一下等一下 我觉得很难说你知道吗 我就已经有答案了 行 来吧 来 三二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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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哈 肯定是她 我觉得肯定是她 哎呦 我这个人不喜欢吵架 然后我嘴皮子也没别人硬 就是 我每次吵架就吵不过别人 就我要说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之前有看过 邹小的 创造音节目 哈哈哈 然后我以为他是一个 就是很敢说 然后性格很刚硬的人 他其实 私下就是 超级没脾气 然后超级温柔 脾气超级好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她 然后她又很在意 就是她超级在意别人的感受 很在意别人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先逼头的人吧 我没问你这些问题 我都不知道你这么了解我 就是她平时没有跟我说过这些 平时不善言辞 因为我是那种对真的很要好的朋友 是没有什么底线的 就是我可以无条件的包容她 就是无条件的包容你 然后就是无条件的照顾别人 然后就是反正愿意一直陪着 在我心里很重要的人吧 对说明你很重要 因为我对如果是不太重要的人 就是我也是挺嘴硬 然后挺有挺有脾气的 对分人 为什么我感激私下就脾气超好的 那可能有反差在节目 对你 我不一样就是我工作和生活是两种状态 对对对 其实你也是 就是她她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没有私底下那么强势 但也挺强势 但是没有私底下相处起来那么强势 就她反而就是工作的时候是那种 就是我会以很认真的态度 但是可能不会说去太刻意的追求某一种结果 就是但是你又会尽全力做到最好 然后但是她私底下就是我觉得她还挺 对你比较强势 对对我强势 是 是 我只因为我是那种 就是私下如果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朋友 我会觉得 那我对曾雪啊我会觉得就是说 谁比较漂亮呢 你在你心里谁最漂亮的 她好坏 你知道吗 之前我们写那个表格 然后那里面的问题是 你觉得谁是里面最漂亮的女生 我写了招迎 她每天都问我一遍 我再问你一遍 谁是这里面最漂亮的女生 每天都要问我 好记仇啊 好吧我只问你一个人 这样 对我只问她一个人 好吧 但我怎么觉得你问很多人这个问题 没有 我真的只问你一个问题 只问你一个人 好 你最漂亮了 谢谢 我错了 我应该写你的 下次下次再给我准备那个问题 一定要有那个问题 然后我就写成宣宁 什么 好原谅你 张艺很美 这样讲 然后内心记仇 对你就是 写在我的小本子上 今天曾雪瑶没有说我漂亮 好了停止 下一个问题 不要再翻旧账了 好下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彼此最感动的事情 就是 曾雪瑶今天叫我来这个直播 就这个 没有没有 我其实之前也有事 曾雪瑶就是那种 好正式讲 他还是那种就是 平时就会 就比较在乎我的感受 比较 比较挂念我的人吧 就是 随时随地 比如说什么事情 反正都会叫我 都会想起我 嗯 我觉得这点我就觉得 还挺感动的吧 嗯 就这个 这不算什么 因为 这不算什么 因为就每天都想 每天日积月累更重要 是 我说田萱你 因为她其实 她不会太擅长用语言去安慰我 就是她会用行为 就是去给我一些 让我觉得 就是能让我安静下来 或者说能让我冷静下来 能让我更 心里更平静 就那种 你懂那种感觉吗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她还挺了解我 因为我在我很难过的时候 我可能不需要别人说太多的话去 开导我 或者怎么样 但是田萱你就是会一直 陪着我 就是默默地陪着我 她 她确实 她会在我很难过的时候 主动去帮我泡泡面 而不是 只有就是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会给我泡泡面吃 然后 就是她还是 就具体的事情 可能不会太具体 但是就是 我觉得每一天就是 我们俩可能 就是 可能 如果说有一两个小时 没见面的话 我就会 等我见到她 我就会跟她说 哎呀好想你啊 因为我没有见到你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也这么这样 对 就是她可能就是 因为现在组都是 我们俩不在一起表演嘛 所以每次 我们互相见到对方的时候 她就会跟我说 说那个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 哎呀好想你啊 一天没见 你练得怎么样 就是 会有那种怎么说 亲人 感觉现在不太像朋友 像亲人 就是我觉得 还是那句话 就是长这么大能 找到一个 比较就是可以 就是深交的朋友 其实很难 所以我们的关系 就是next level了 嗯 你不同意吗 我完全同意 因为在这节目一开始 我觉得 封闭起来 我就觉得 哎呀 挺难受的 挺孤独的 然后感觉 如果没有增选 如果没有增选的话 真的活不下去 就那种感觉 我们俩离了谁 都可能不太行 原来朋友这么重要 对 头一次这种感觉 哎呀 怎么办 今天这直播结束 我们俩的感情 就是要变得更好 看谁能先被谁说哭呢 绝对不会哭 你自己准备的问题问完了 哦 结束了 对 还有一个问题 我必须得说 我必须得cue这个东西 就是觉得对方像什么动物 我先说你吧 我就体会那像孔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一跳舞 就那范儿起得特别足 就像那个孔雀开屏一样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觉得像孔雀 等一下 你看妹妹姐要笑死了 妹妹的感觉 就 前夏年每次就是跳舞的时候 开启那大范儿 哈哈 就是这范儿 真的就感觉就是马上就是要上去 来一段大Solo 感觉就是那个 戏场贼族 然后我说 我说宝宝 你跳女团舞的时候 收一点那个小范儿 因为她一起范儿就 眼睛特有深 然后身上也特有水 所以我觉得她特别像孔雀 就是 就一下就开屏了 这还是你漂亮 好 谢谢你 就是很有气场 就是在你表演的时候 谢谢你 好 然后脸也很漂亮 好 谢谢你 真的很漂亮 谢谢你 那下次希望 行行行 你快说我 我杀 好 最后我觉得拍她比较像小猴子 因为 不是 不是 真的很可爱 因为我跟你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难 现在大家都想让耳朵比较利 但她就是天生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我耳朵可利了 她天生就是那种 就很利的耳朵 然后我对她每次 反正她素颜的时候 然后把耳朵露出来 特别像小猴子 然后她眼睛挺大的 就这样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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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 你要说我像猴子 我就买了学校 但这很像 她还是不太在意我 我为了我的实话 真的 你要大家看见你的耳朵 到底有多好多 我给大家看完了已经 好 就很难 大家都想 现在都想做成这样的耳朵吧 你已经 你耳朵也挺大了 没有 她的那个她是这样 对我是就是 有点往外飞的那种 很难 但不知道看不出来 小时候更明显 小时候就是 特别大一个招风耳 然后感觉那个耳朵跟我脸 对 感觉跟我脸都差不多 然后现在长大 还稍微好一点 可能不会太突出 耳朵是那种 特非的耳朵 她小大了 现在就曾学雅这么小的脸 是因为她的耳朵 显得 她本来也小 她耳朵也显得更小 我脸很大吗 没有曾学雅脸 她的我想说 她的本脸非常小 但那加上她这个耳朵 感觉她的脸就更小了 你的脸很小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收集了一些 直播间网友的提问 嗯 第一个问题 请问雪瑶 想要挑战什么类型的舞台呢 我挑战完了 全部挑战完了 我的天啊 就是 但是我后面 我其实还没有挑战过 特别特别甜美的那种 就比如我们这次 可能像 三宫就是有一个很甜的舞蹈 就是 我好像就除了那种 特别特别甜的美的 尝试过 别的都还差不多了 特别甜美的 可以尝试一下 下次有机会了吧 但是 如果有下次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去 更炸的舞台吧 就是我觉得 我在更炸的舞台上 会更有 更显示出你的 优势 就是会更有一些 小魅力 嗯 对我来说 就已经很有魅力了 真的 你今天好 好讨厌呢 想问一下雪瑶 这次你十一名 你觉得对你来说 算不算一个小奇迹 这个问题谁问的呀 我是真的 特别特别特别的激动 当时就是 我觉得我心里就很复杂 就是 就像我说的就是 我 我其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就是他知道 就是我甚至会 不太敢去 接受我的排名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结果 在等着我 所以当我知道 我是十一名的时候 我是整个人觉得 我好像 这个比赛好像 对我来说有希望了 因为如果说 我在二十几名 可能我觉得 我很难达到 比上一次 更好的结果 所以这次 我拿到十一名 我是非常 就是 就是不敢 不敢相信 嗯 就是觉得不太像 真的感觉像做梦一样 我觉得你比较能了解 我觉得你比较能了解 我能 因为我看你满脸呆 但是我非常有点感觉 这个队友 然后舞台的呈现 和 就是这一周 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虽然很累 就是我们组其实是最累的 但是我每一天就是 我从来也不会去抱怨 很累啊 或者说怎么样 而且反而我们这组就是 我好像没有太去在乎 这组的MVP是谁 就是我会希望 我们组的任何一个人 成为MVP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我在这个组 反而是大家互相考虑 而不是说只为自己考虑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而且这个舞台我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正好还有一位网友想问 希望你能评价一下自己的三宫舞台 评价一下自己的三宫舞台 田圈你帮我评价完了 真的很炸 真的很炸 我真的非常喜欢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应该也能了解一些 就是从我们的物料里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舞台是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高级的 是很像一个很比较成熟的爱豆的秀 因为就是我们的guest 就是我们的嘉宾 帮助我们把这个舞蹈变得更好 然后我觉得像我们那舞蹈 就是包括至景啊 然后还有一些里面会有一些比较很 很好的亮点 然后包括我们的起舞部分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炸的 总体来说我觉得就是好看 我觉得是我这么久以来 包括上一次我觉得我是最喜欢这个秀的 这个秀目前在我心里是评分很高的 就是我觉得是我心里的No.1 是我们曾雪瑶的一个小巅峰呢 想问雪瑶在营内还跟谁比较熟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瞪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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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这我说谁 其实都还行就是 中国人的话是 乔伊 弟弟 然后Emma 然后网科 然后外国人的话是 招迎 萍萍 曾雪瑶赶紧讲出了一堆人名来演试 你知道吧 赶紧讲一堆人 没有啦 人员真的比较好了 就是像什么AKR 然后你看我说还是说挺多的 Kailin Akina 可以了 要全说一遍吗 可以了 要全说一遍吗 好 就这样吧 到此结束吧 好多我可多了 最好的当然是我旁边的这个 谢谢 想看雪瑶撒个娇 你娇我 你娇我 这你不是挺会的 没有 我这么想其实私家里完全不撒娇 对 我不太想娇 怎么撒娇呀 你娇娇我呗 你就说 我要叫我叫你姐姐 好 好 好 你这样吧 你就是求我给你买个什么东西 行 那就 我看你能不能说过我给你买 如果说不通话就没有 好假呀 好假呀 我不是能干出这样事情的人 你尝试一下 买个东西是吧 嗯 姐姐 你可以给我买个娃娃吗 买什么娃娃 买个Care Bear可以吗 什么贝啊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好给你买 我真的不会撒娇啊 好害羞啊 难受 我看你挺会的呀 我难受啊 如果成功进入决赛 决赛你打算用什么样的舞台 我希望能有比Nightwalker更炸的舞台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我只有去尝试可能对我来说比较极限的这种秀 对我来说会更有意义 然后我也会更 就身心舒畅 就我就是我只要去跳很累 就是让我觉得很累的舞蹈 会让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里是有存在的 嗯 存在感的 但如果说你让我去可能说比较轻松或者甜美的 我会觉得我找不到自己的那份存在感 对 所以我会想去更炸更炸的舞台 嗯 挑战自己吧 嗯 想看雪瑶跳Manta 寶寶他们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寶寶刚来的好像总会来了 Manta 我又不记怎么跳了 简单的 Manta 好 啊 啊 啊 我也不太确定我能跳得出来 我感觉好像Manta也是你的一个小巅峰 哦确实 因为我记得那个特别火然后还有专门 我好像就是从那个节目才知道 下次有直播我跟你展示行吗 我回去复习一下 我们留到下次 我觉得 应该还有下次直播吧 嗯 有吗 没事 就算咱们下次直播没展示 咱们下次在微博给大家发一小段 给大家重温一点好吗 主要现在啊 咱们准备的是另外一个节目 就是这个小Manta 今天是跳不了一点了 抱歉 瑶瑶有吃榴莲吗 榴莲 有 有 有 我们俩都很爱吃榴莲 对我们俩很爱吃榴莲 因为泰国榴莲很好吃 然后也比较便宜 虽然但是马上就要到那个榴莲的季节 我肯定会狂吃 嗯 狂吃 为什么会问我喜不喜欢吃 就是有没有吃榴莲这个问题啊 好可爱 嗯 想问一下雪瑶的唱跳偶像是谁 唱跳偶像 男 嗯 女生的话是 爱 你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之前有一个专访里说了 嗯 然后我特别喜欢的歌手是 马来西亚的 哦 印度尼西亚的Micky 对 其实我会 这两个是我心中的 就是最喜欢最喜欢的偶像 嗯 怎么说 小节目了 对 对 可以进入到你设计的下一趴了 游戏玩不了了 因为我们没有买到柠檬 那就把惩罚做了吧 惩罚 夸对方 就是夸对方 游戏玩不了了 把惩罚做了 夸对方一分钟 好难夸呀怎么办 真的 好了我想好了 一分钟 一人一分钟吗 等一下我计时 三十秒行不行 一分钟对我来会有点困难 这样吧 我们俩切丁壳 谁输了谁夸 好 来 三盘两胜好不好 好 石头剑子 不 来 两拍 石头剑子 不 好 石头剑子 不 来吧 现在您 那个准备好了 跟我说一下 好开心呀 好 来吧 好 慢点讲 你要是说的不是很走心的话 我就把你从这边 真的很难 我应该这样为难你 好 嗯 首先我们选要就是一个 肤白 貌美 嗯 然后 生活小技能全盖它 然后人美 心善 舞蹈挑的又好 然后呢 对我又好 然后又在乎我 又最爱我 然后又觉得我是最漂亮的 哈哈 你在夸女孩在夸我呀 嗯 然后首先啊 衣品特别好 然后 然后 嗯 装造完全是完全可以出自她的手 装造师 啊 她会做饭 就做饭特别厉害 做饭特别好吃 然后 嗯 歌唱的特别好 尤其是 各种类型的 英文歌唱的都 巨好听 因为我有听她唱过 嗯 怎么样 懂我 还没到一分钟 还没到一分钟 嗯 嗯 然后 嗯 就是 嗯 觉得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觉得 到了 到了 天嘉宁 一分钟里啊 有二十秒跟你自己有关系 她觉得我是最美的 她觉得我是她最好的朋友 她特别喜欢照顾我 对 二十秒全都跟你有关系 行 你都这么说了 你必须得给我跳个舞看一下 你真的 还是说你想要表演别的 曾雪瑶应该要跳舞了吧 她有准备呢 你也得表演 那首先让曾雪瑶来一段吧 不行 因为今天是我把你请过来的 谢谢你先表演 这是我们雪瑶的主场 来 开始 你先说你要表演什么 我 我真的 我真的 就如果要跳舞 我有点不方便 我给大家展示一个五脸牌好不好 因为我很会拍照 行 可以截图吗 我出去 看到手机以后 我一定要看到甜圈那只五张脸牌好吗 好 特别厉害的 请帮我截图 那个 夸张一点的 好 夸张一点的好不好 这跟平时感觉不太一样 好 然后你帮她数 好 我帮你数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咱开始 来 3 2 1 1 3 2 1 3 2 1 你这一点都不五脸拍 那怎么 再来两 3 2 1 3 2 1 还两个重复的动作 好 两个一二的 再给我补一个 再给我补一个 大家会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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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也不是那么会拍 那给我补一个 好 再来一个 嗯 再来一个 你给我来一个 3 2 1 3 2 1 哇 好美啊 让你摆一个 没让你摆三个 好了 可以了 行 我来了 那就是一个小节目修尾了 对不对 今天 你先演吧 你先演你的小节目 你像什么 我跟你们讲 就是我本来就是这个舞蹈啊 等一下我先给自己铺垫一下 我怕我忘动作 因为王柯和Emma呢 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节目 他们俩把我会跳的都跳了 所以这个舞蹈如果我存在 放炮就是会忘动作 请大家嘴下留情 嗯 来吧 稍等我们准备一下音乐 好的 还有没有准备 我把衣服扣一下 稍等稍等 好 对不起 等一下 你要从头 对 从头 稍等稍等 我把这个衣服扣一下 好 OK 可以大点声吗 来了 第二次 再来一次吧 我觉得再来一次 好 再来一次吧 对我都没听见呢 耳朵不太好使现在 来 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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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第二次 I'm in a good time I'm in a good time You're such a good time to get up I'm in a good time I'm nobody knows I'm in a good time I'm nobody knows I'm who to pull You're gonna dance and shut up I'm in a good time forever I'm in a good time forever I'm in a goo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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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忘动作去 我忘真的好厉害 我觉得没忘动作 你插名我了 真的吗 爱上我了吗 完全爱上 行 插名我 虽然我觉得 有一些是存在 这个freestyle成分在里面 真的好厉害 我以为你去把他学 看得出来吗 我以为你这么短时间学了 就收不过 真的 完全看不过 昨天晚上现学的 好 雪瑶85还是非常厉害 好的 还有几个网友的提问 第一个请雪瑶三连拍 终究是放不过我呀 行 来吧 好 来 休息一下 321pause 321pause 我搞怪了 你看我 你都不给我整这种 你这个是搞怪 来来来 可以了吧 你好勉强啊 你都不为我直播间这个直播效果考虑一下 抱抱 你刚刚的表演难道还不够 不够 不需要你的加持懂吗 懂 下个问题想问一下赵莹教了你什么泰语 解释一下意思 解释一下意思 可以说吗 水味味是 super beautiful right yeah super beautiful 还有什么 那个 沙拉困 我爱你 沙拉困 沙拉困 就是I like you 我喜欢对吧 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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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教了我很多其实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他刚刚跳完舞 对 呃 还有 还有什么 我在求助场外的泰国斯大夫 没有什么 还有什么 支持我 谢谢你们支持我 我嗨努对那哈 我嗨努对那哈 我之前说那个克兰尼 有看看努 干耶耶那卡也是他教我的 对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 那个这一次请多多站在我身边吧 对吧 嗯 他们鼓掌的对我 认同我 认可我了已经 想问雪瑶在营内有没有什么趣事 跟大家分享一下 趣事 田向您发疯 他老发疯 就是 他很 就是我有时候早上没睡醒的时候 他就会 他一睡醒就是那种嗓门特别大的人 他会说 宋雪瑶 好 起床了吗 然后 走啊 吃饭去啊 他嗓门特别大 我说 嘘 我说你安静点 我说别人还在睡觉 然后还有 田向人就是有时候可能 我自己偷偷吃饭 或者说 我去干嘛没叫他 他又会突然说 你怎么不叫我呀 我就不好意思去形容你了 确实有点疯狂 曾雪瑶 赶紧起床给我碰碰 然后还有什么趣事 嗯 趣事 比如说你跟张仪的呢 嗯 这样子 喜欢抱着女孩子睡觉 就是我的好朋友们 我也没有跟你讲 因为你不喜欢跟我睡觉 没有啊 你没有邀请我 好下次我邀请你行吗 所以跟谁睡了 哎呀这个也没有啦 没有啦 其实偶尔就是可能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是可能就是我可能会去找大家 就是在别人的宿舍玩啊 或者说张仪有时候也会来我房间睡觉 然后就是这样子了 还有什么 曾雪瑶的人员可好了 就每次来 我们所有的都有可多小女孩小朋友找女孩 不好意思 我的就是社交能力还不错呀 哦 嗯 嗯 好 还有啥趣事 没啥趣事 就喜欢跟大家一起吃饭 好了 就喜欢跟大家一起吃饭 到这里吧 这个之后 嗯 嗯 嗯 还有网友想问 创造营亚洲里面都吃啥 嗯 吃谁 泰餐 姐吃什么 你们心里 哈哈哈 吃泰餐就是 哦 就是就是我们有什么 可以说吗 可以说吗 炸鸡腿 能说吗 然后泰国传粉 哦 炒饭 然后 那个 东阳公 哦 东阴公汤 然后还有东阴公炒饭 咖喱 咖喱 然后炸鸡腿 炸鱼 炸猪肉 炸鸡腿 炸鱼 炸鸡腿 其实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吧 吃的是那种 炸鸡腿 对还是挺传统的 不是 还是蛮沙滑的 然后后面 后面 现在火食越来越好了 对 对就是现在 现在越来越丰盛了 对对对对 真的 炸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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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太好吃了 咖喱鸡 和东阴公汤 真的好吃 多来一遍 一开始我们刚来录节目的时候 其实那两天吃的都是鸡胸肉 对吧 对 鸡胸就是一块大鸡胸 一块大鸡胸配几片菜叶子 然后 好了别说了 翘姐 您在瞪我 还说吗 很多人都喜欢吃沙拉 对吧 像我 我就不喜欢 因为我不是要吃碳水 我不吃碳水不行 下个问题 如果成功进入总决赛 决赛打算用什么样的舞台 这个 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我说了我要去最炸的舞台 如果有机会 因为我也不太清楚 赛制是怎么来去选 如果说进总决赛了 就是 我会 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去 能带给大家惊喜的舞台 就是更突破自己 其实跟刚才说的差不多 就是更 更有气场一点的舞蹈 嗯 那准备跟大家告别吧 好 告别了 家人们 别太想我了 别太想我了 请记得 给我和田先生您 多多支持我们 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 然后那个 请期待我们田先生您 请多多爱我们 三公舞台 三公性感的舞台 然后 期待一下我三公 很炸很帅气的舞台 然后 总之就是别忘记支持咱俩 咱们都这么熟了 对吧 懂吧 懂得都懂 懂吧 我们一起走向 巅峰 OK 我们巅峰相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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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